桑比亞現在親美反中的總統 以前曾經被關到牢裡面 結果因為桑比亞人居然太討厭中國了 他變總統了 那我要把中國趕出去 結果他這次獲得了59%的得票率 你說大勝啊 他的主張就是把中國趕出去 對 這是桑比亞的前總統叫倫國 他就是用了非常多的中國人到這個地方挖礦 圍棋土地之後 用他們自己中國人 把所有桑比亞人都趕走 結果他們就民怨就刺激 跑到桑比亞去圈地了 所以當地爆發出非常多的排滑運動 那排滑運動之後人家 他們還開始殺中國人 另外一個影片把我嚇壞了 這發生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的鐵桿兄弟 是巴鐵兄弟 就跟他講現在有很多的恐怖攻擊 有很多的很明白的 直接的去傷害人 殺人 都是巴基斯坦的這些人去殺中國人 而且是有目的 有計畫的獵殺 是 而且他們認為他們現在執行的是一個 叫做準備獻身的一個勤務 什麼意思 就是 我不惜犧牲我的性命 但是我也要阻止你這個中國相關的隊伍來到我們 巴基斯坦 他這個事情是怎麼樣 這個中方總共有四輛車 然後23個人 其中有三輛是搭了SUV的這種車子 另外一輛是搭了麵包車 結果你現在畫面看到的這一個 也就是秘禄之解放軍 他們是巴基斯坦的 對 BLA他們這個軍隊的 他就直接講說 我告訴你們 在90天之內 你們中國要撤出我們這裡 不然的話你們就準備好 遭受到我們襲擊的準備 而且他們就直接說 他說我們這一次 現在這個行動目前為止 已經造成了15名 大概有3、4名的中國人的死亡 他們自己本身軍方也有9個人死亡 但是還是告訴你 我在給你90天的時間 你給我全部撤離 如果你不撤離的話 那你們就準備 面臨到更多中國人死在這裡 那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就是整個中國侵入他們的 巴基斯坦掠奪他們相關的資源 他們認為這個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 巴基斯坦跟中國不是關係非常好嗎 他們不是鐵桿兄弟嗎 是 但是因為這個BLA 他們這個解放軍 他們本身跟政府之間也有一些矛盾 再加上他們認為 中國的一個 不管是你的商人這邊進行相關的 開發或投資的話 某一種程度上 都是讓當地人民沒有生活過得更好 反而更糟 甚至是掠奪他們資源 因此他們這些人選擇 站出來跟中國這邊立抗 那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提到的非洲國家 其實鋼果 最近有好幾個礦區 原本都是中國投資的 鋼果 對 而且是鋼果國家礦業總公司 這個其實鋼果國家礦業總公司 你一聽應該也知道是有點類似 那個國營的單位 結果他直接講白了 就是去侵吞 或去吃了 這個中國在那邊 所投資一些礦區 現在目前為止有兩個礦區 一個礦區呢 是中國的彭新資源 他在鋼果這邊的一個銅礦 然後他們成立一家子公司 叫西圖魯礦業公司 結果後來被人家發現 怎麼鋼果國家礦業總公司 跟他們的合作夥伴JMT 跑來侵佔他們這一個 就是彭新資源在鋼果子公司的一個 銅礦礦區 而且過去這一段的時間以來 大概好幾個月以來 已經運掉這個礦區 大概有六十二分之一的礦場 那你心想說 為什麼你要把我們這個礦場給運走 結果他其實講白了 他就是把你的明白的 就是不讓你這個總共 你們這個中國的投資方 進入到這個礦區 進去挖礦 然後他就取得 他就等於是封鎖 不讓你進來 不讓你進來之外 他還在旁邊另外的地區 用了一條路 把你這個礦區裡面 二分之一的礦場 偷偷弄掉 偷偷賣掉 等於徹底的剝奪你 中國彭新公司 擁有這個礦區的一個採扣圈 結果沒辦法 兩手一攤 不然你是要怎麼做 所以現在中國在鋼果這邊 面臨到的一個投資損失 其實越來越多 另外一家公司是 直接侵吞他了 直接侵吞他 而且另外一個更有趣 洛陽木業這家公司 洛陽木業呢 一樣是在鋼果 成立的叫做TFM的這間公司 TFM的這間公司 他就是開採那個 包括銅礦啊 包括孤礦啊這些 而且你要知道 鋼果是全世界的一個 大概出口孤礦 大概高達70%公司的國家 然後你知道這個 剛剛一樣提到的 鋼果國家礦業總公司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一樣就在你這個礦區 就跟他講說 弄了很多方法 不讓你把這個礦區的礦 運出去啊 然後呢就逼著這個 洛陽木業 要跟他們談判 談判之後就根本就是 可以說是割地條款 什麼叫割地條款呢 承諾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要給你8億美元 我分6年給你 第二件事情 我以後這個礦區 有賺錢有封口 我要給你12億美元 第三件事情 你不用出任何錢 你就入主我這個礦區 給你20%礦區的一個 擁有權 而且呢 你每每產出100公噸的礦 你就有20公噸的這個礦區 是屬於你的 你可以拿去賣掉 所以換句話說 剛提到的 鋼果的國家礦業總公司 等於是不用出任何一毛錢 就把這個礦業 剛提到這些這個 礦業公司的 20%的所有權 全部都擁有 所以人家都心裡想說 中國怎麼在鋼果這邊 任人宰割 那因為沒辦法 這是鋼果政府 而且是鋼果 聽起來應該是 國營事業 白名的 我就是坑三年 我就嚇你 不然你是怎樣 我還知道你的資金 所以你還在那邊開債 可是你開債了以後 我就故意讓你的孤況 你離不開鋼果 你出不了關 你出不了關 你所有事情 都要乖乖聽我的 都要乖乖聽他的 而且你知道嗎 他用這個方法 也是非常厲害 他就是不讓你運出去 然後就用了非常多關卡 卡你卡你卡你 卡你這個8個月到10個月 你這個公司 你本來每個月 我都已經上 我都已經上貨車了 我的貨車都一步一步要出去了 我就是讓你出不了關 讓你出不了關 而且你知道嗎 他本來每個月可以生產 是2萬公噸的銅礦 1500公噸的孤礦 那金額其實蠻嚇人 整個礦區大概15億美元 我就用這種方法 一直卡你 你這個洛陽木業 你如果不趕快把這個礦業賣掉 你那個成本是不斷地在滾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只好就割地賠款 沒你本地坦 即使是這樣 他們現在做一件事 過去這個8個月10個月 沒有辦法弄出來 它是不是趕快運出來 已經割地賠款了嗎 趕快運出來 結果因為現在洛陽木業 他們要趕快去清銷這些 過去這8個月10個月沒有賣掉狂產 價格崩跌啊 所以你就發現 現在沽框的價格 竟然從去年5月到現在為止 下跌了65% 本來每磅是40美元 現在跌到不到15美元了 所以你說洛陽木業 尤其現在中國在非洲這些投資 真的是變成了越拿頭 非洲國家也是人民開始反華 人民開始反華 居然支持一個反華的領導人 當成這個國家總統 這就是桑比亞 桑比亞現在親美反中的總統 以前曾經被關到牢裡面 結果因為桑比亞人 居然太討厭中國了 太討厭中國經過選舉 他變總統了 沒錯 事實上現在新的總統 叫做西齊萊瑪 那事實上他是2023年上任 那上任沒多久 為什麼他能夠贏呢 因為他的主打其實很簡單 因為過去的總統是很輕忠的 然後他在輕忠的過程裡面 他被打壓 那他現在回來之後 他就說那我要把中國趕出去 結果他這次獲得了59%的得票率 你說大盛啊 他的主張就是把中國趕出去 對 就大盛 大盛之後他沒多久 你看 這個包括像賀錦麗就來祝賀他 那同時之間 他又把他跑到美國 去跟拜登見面 那事實上這是 financial time的一個報導 他說什麼呢 桑比亞已經計劃說 挖他的這個所謂的礦 然後是不要用債 不用債的方式他怎麼找 他就找美國公司 所以他找了一個美國公司 美國公司叫什麼公司呢 叫做Cobo Metal的這個公司 那Cobo Metal公司 他準備跟桑比亞官方簽了一個條約 就說我要花他1.5億美金的這個 探康 看看費用 那這樣準備要去 桑比亞整個國內 你看他的探康方式是這樣 整個用國內的方式 大量的找桑比亞的可能賣礦 所以我是從空中用探测器 我用AI的方式 等於說我是一塊區一塊區 我來探索這底下 到底有什麼樣的礦源 而且礦源 等於說他的礦賣是怎麼走 礦賣有多麼深 甚至我要怎麼樣進到這樣的一個礦賣 我都可以透過這個AI找出最佳的路徑 跟中國在上比亞挖銅礦不一樣 中國在上比亞挖銅礦就是 大量的炸壓炸炸炸 不斷炸 它完全不在乎水土保持有很大不一樣 對沒錯 事實上這家這個Cobo Metal的公司 是什麼公司呢 它是美國一個探勘的公司 它用的是所謂AI的人工智能 然後另外用一個所謂大型的金屬探測器 這樣子在直升機上面飛 抱歉那事實上這家公司是誰投資了 比爾蓋茲還有貝佐斯 他們都去投資 他是比爾蓋茲最貝佐斯的 其實是他們兩個大金屬在後面 那當然他們對礦業要求非常多 所以你看它這個飛上去做就是探勘 探勘之後它就會形成一個立體的圖形 立體的圖形就整個把上面 你看它就可以判斷說 這個地方有什麼礦賣什麼礦賣 那他們現在在找什麼 他們在找這個孤礦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孤礦恐怕是未來這個鋰電池裡面 除了鋰孤涅嘛三元電池 鋰比較多 鋰也比較多 孤可能是很少的東西 所以他們現在要找孤礦 那孤礦怎麼辦呢 因為孤礦會存在孤礦跟銅礦旁邊 所以他們等於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目前為止來說 他找了誰 他找了這個所謂碧盒碧拓 來一起合作 碧盒碧拓 澳洲的碧盒碧拓 對 所以等於說 現在美澳一起在整個桑比亞 在挖礦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桑比亞總統也說得非常清楚 他說我的使命是2023年 把桑比亞的銅礦增加三倍以上 每年從80萬噸增加到300萬噸 要變成是史詩級的 這樣的話就會超越鋼果 所以就變成是 這個非洲最重要的 產銅礦跟產孤礦的一個地方 所以沒有想到 桑比亞居然倒向了美國去了 對 那你想為什麼 桑比亞那麼多礦 保證 事實上桑比亞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它的上方這個地方就是鋼果 也就是說他們的銅礦 跟這個所謂的孤礦 他們是同個礦賣在這個地方的 那因為上面的這個鋼果 目前為止還是他比較略為輕重 雖然說他可能政策會改變 但中國在裡面已經挖了一塌糊塗了 那事實上現在美國就用所謂的 用這個桑比亞來做一個取代的這個對象 那你知道桑比亞的孤礦來說 他可能全世界含量第一 他目前為止大概佔總是 世界總儲量的18% 那大概約莫可以這個佔整個全世界的需求 20% 所以是世界第一 所以美國已經嚴重 已經開始把他牢牢的拉住 那你看事實上拜登就跟這個 桑比亞的總統在見面的一個情形 好那事實上現在除了這個桑比亞 為什麼桑比亞這麼引人注意 你看這是桑比亞的前總統叫倫骨 倫骨他之前你看跟習近平見面的這個狀況 那過去一段時間他就是用了非常多的 這個中國人到這個地方挖礦 那挖礦的時候 原本的這個很多這個桑比亞的工人說 中國煤礦公司來沒有關係 我們至少可以工作 就變成中國煤礦公司來之後 他們圍起土地之後 用他們自己中國人 把所有桑比亞人都趕走 就這樣還搞了誰 搞了這個總統 還親自到這個失業的人 他們說沒關係 我們就等一等這樣做 結果他們就民怨就士氣 就跑到桑比亞去圈地了 對 那你看桑比亞很多地方 都是中國的這個標誌 或是中國的這個旗幟 在這個地方 就這樣事實上後來就到這幾年 突然出現什麼 他們開始在開始這個超市 而且他們中國超市還禁止黑人機 他覺得說你根本就是歧視我 所以當地爆發出非常多的排滑運動 那排滑運動的時候 人家他們還開始殺中國人 而且還焚屍 他們奪氣這些中國人 你看這個把整個這個店 就完全把它燒掉了 這麼嚴重 對 你說這個燒掉 是桑比亞 他們燒掉的 對 他們燒掉 裡面大概有三個中國人 這次的火災裡面 有三個中國人就這樣過世 他們就暴動 暴動然後去砸店 砸店就燒 這中國人的店 對 就燒 所以它事實上現在就是變成 是這樣的局面 因為他們實在作為 讓整個桑比亞民眾 太不能夠接受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 除了這個美國在桑比亞的動作之外 美國最近還做了一個動作 美國公司最近取得 從坦尚尼亞 這個辛巴威 然後到安格拉 一條過去的鐵路公司 橫跨三個國家鐵路公司 它目前為止被美國公司得標了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原本是一個中國公司 應該是可以得標 結果現在重新這個鐵路 讓美國公司得標 它這個從坦尚尼亞 然後辛巴威 然後這樣子鋼果 然後一直到了這個 安格拉 安格拉 這等於是這條鐵路來說 你未來這些國家要倒向什麼地方 等一下這些國家都是中國友好國家 當然 所以你就知道是現在美國在 我們都說美國在非洲好像沒有用力 但是其實美國現在知道了 坦尚尼亞的第一條鐵路是中國人蓋的 對 所以它現在等於是 它重新重返到非洲去的一個情形 那你更不用講 現在對中國來講的話 除了美國在跟它爭非洲之外 人家還說瓦格納 瓦格納現在也在非洲 所以你就知道中國在非洲的地盤 搞不好 因為目前為止 國內是交頭爛的人 這個狀況 無暇顧及國外 搞不好會被美國跟瓦格納端走 你再看這個畫面 這個什麼 中國在非洲最好的盟方 他是坦尼亞 坦尼亞剛剛講的 這件人上街的幹嘛 居然上街頭抗議中國 而且他人越來越多 態度越來越兇 為什麼 對 這是坦尼亞首都奈洛比 這些人上去抗議 是奈洛比 對 不是抗議沒飯吃 竟然抗議過去最好的朋友 中國他們叫中國人滾出去 你仔細看 現場的武裝警察是爭相實彈 可是坦尼亞跟中國不是關係非常好嗎 非常非常好 在非洲最好的兄弟就是坦尼亞 可是問題是你看這些人 你仔細看這些人 打扮路死並不是家裡窮的感覺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抗議裡面 一家中國的商場 這家中國商場是中國人開的 那中國人開了 開到這邊之後呢 開始做所謂消價競爭 把很多來自於中國商品 低價的拉到坦尼亞 然後去賣給坦尼亞的人 然後讓坦尼亞當地的貿易商 是沒有錢可以賺的 那這些人現在上場了 所以上街 就是抗議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中國的 這個中國商場裡面人山人海 對 叫China Square 就是中國廣場 因為這裡面 比如說以窗戀來說 就賣便宜百分之五十 然後裡面非常多皮鞋等等 都比坦尼亞非常便宜非常多 所以他們就要求中國人滾出去 可是問題是 這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肯尼亞對於中國的不滿 其來有致 肯尼亞原本不是就是非常非常輕忠嗎 可是因為有新當選的肯尼亞總統 他叫魯托 這個魯托看起來跟中國感覺不太很好 他直接公布2014年 中國跟肯尼亞簽署了一個文件 叫做標準詭矩鐵路的文件 這個文件那時候中國就說 你跟我簽一帶一路 我幫你蓋鐵路 蓋鐵路之後我來簽個文件 結果發現裡面根本就是超級不平等條約 中國等於說出錢出力幫肯尼亞蓋 就是這條鐵路 不好嗎 對 原本感覺很好 結果是超級不平等條約 第一個要求建材要全部都從中國進口 我在肯尼亞蓋了 我很多當地木頭 鐵的礦 我可以當地對不對 結果不好意思 你所有的材料輕鬆 建材來自中國 對 從中國進口 所以變成是說 我雖然貸款你可能幾百億或幾十億 可是裡面三分之二的建材錢 全部回流到中國 第二件事情 這些建材到肯尼亞之後要求免關稅 我明明當地就有鐵就有礦 結果你要中國買鐵就要礦 既然人家肯尼亞肯尼亞裡面 本來就應該要 免關稅 對 現在還免關稅 這不是最扯 最扯是我們剛剛看那個鐵路 它既然蓋鐵路 假設我們有需要就蓋 沒需要就不要蓋對不對 這條鐵路硬被中國蓋到一個 汗無人煙的地方 為什麼呢 我想蓋在哪裡 就蓋在哪裡 應該是要跟另外一段國家去做街頭 所以說中國在搞一帶一路 其實它是要把每個國家鐵路 就接成一起嘛 變成從中國出發 就可以一路往這個中東啊 到非洲等等的地方 所以它一路 而且聽說它很多工程師工人 也是中國來的 對 工人也是中國來的 然後承包商是中國來的 材料是中國來的 然後鐵路呢 要求你蓋到一個 汗無人煙的地方 完全沒有道理 它就是為了要跟另外一個 國家鐵路接在一起 所以現在肯尼亞的 這個所謂新種的 叫做魯托傑 這叫做不平等條約啦 這個肯尼亞現在都在反彈 但更是俄國阿多 俄瓜多現在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俄瓜多現在是講的 叫做被偷走的國家 這是一個紀錄片 這紀錄片呢 紀錄俄瓜多 因為中國一帶一路的計畫 整個國家被偷走 為什麼 因為俄瓜多 俄瓜多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 俄瓜多很多的產品 很多的農產品 全部都賣給中國耶 習近平還特別去過俄瓜多 看一個水庫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俄瓜多整個一帶一路 你看習近平喔 到底跟中國借了多少錢 借他的數字是5800億台幣 這天文數字啊 俄瓜多是天文台幣 對 裡面有七座水壩 又有大小又有高速公路 可是最誇張的是什麼 俄瓜多跟中國借了5000多億 裡面一個最大建設 佔826億台幣 聽清楚他們蓋了一個水庫 叫做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壩 這個水壩你知道嗎 現在浴庫半年內會倒掉 這個水壩非常非常誇張啊 這個水壩為什麼蓋完會倒掉 這個水壩在2016年完工的時候 習近平有特別去看喔 那這個水壩呢 是蓋在一個巨型的這種 所謂的那叫什麼 大瀑布下面 那這大瀑布原本說 哇可以有多少這個發電啊等等 那這大瀑布有緊臨一個火山 所以地質非常不穩定 結果現在被紀錄片發現 它的整個裂縫有7648處裂縫 現在就在這個826億 他們就在看裂縫 對 這都是裂縫 全部都是裂縫 為什麼 因為2016年通知後 後來他們發現一體檢 這個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壩 既然盤點完7000多處裂縫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每個都是鐵巴上面的所有的裂縫 這個裂縫很乖 這裂縫我們旁邊的顏色不一樣 對 它這個是有補過的 所以現在有外國專家推測 可能半年內會潰堤 而且俄瓜多的前能源部長直接就說 這個裂縫是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設備跟零件品質不佳 所以俄瓜多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真的倒的話 那變世界級的大笑話 另外呢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一條新聞就是 現在中國有個大麻煩 你現在一帶一路 等於說到海外的這個錢 你現在收不回來 你不但一帶一路 你丟給外國的債 你收不回來 你現在的這個感情 友誼也完蛋了 對 我跟你講 保加利亞跟港國都遇到同樣的狀況 先講港國 港國跟中國當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吧 可是呢 現在港國的總統 公開 現在以前都很好 可是現在選出的總統叫做 齊塞克敵 直接公開說 欸 中國你挖礦的獲益部分 什麼意思呢 中國去港國 匡的非常多叫做孤礦 那孤礦 中國就把它拿下來 對啊 那剛剛我說我幹嘛給你 老公就說沒關係 這樣子好了 我幫你蓋鐵路 幫你蓋醫院 幫你蓋大學 幫你蓋公路 那你也不用付錢 你給我礦就好 那為什麼要孤礦 孤礦就是電動車最重要原料對不對 結果呢 現在全部幾乎都跳票 承諾基礎建設只有三分之一打到 其他三分之一全跳票 但我還是把孤礦都拿走了 對 那就說 那不然就好啦 你跳票就說 那不然孤礦拿來分一下嘛 對不對 你總不能承諾不給我的 不好意思 孤礦老公也不分 所以現在甘果也氣到爆炸 保加利亞也是說好有325億台幣要投資 拍血到現在一毛錢都沒有投資 所以現在整個國家 世界各國的一帶一路 我們看到從肯亞 從厄瓜多到保加利亞到甘果 全部都來反中國 好 聽會 其實沒有想到 剛剛講的肯亞 肯亞的奈多比這幾年發展很快 而奈多比發展很快 也有講說跟西方世界的資金 還有跟中國的資金非常有關係 甚至有兩個法國記者還講 現在整個非洲大陸都已經被中國插滿旗了 但是現在一個一個翻臉吧 你都很難想像肯亞的人居然走上街頭 對他一個中國廣場這麼反彈 對 我們說肯亞 肯亞這個國家其實是不窮的 你看肯亞它的首都奈多比 它是聯合國的環境規劃署的一個所在地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國際組織 特別是非洲的國際組織 它會設立在奈多比 我看過奈多比的那個畫面 很漂亮耶 對 它的城市當中 你可以看到那個首都當中 其實它沒有很貧窮 其實很多高樓大廈 沒錯 然後很多這個 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會在這裡 建所謂的它是Superparking 它的廣場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說肯亞它本來就是中國 在非洲的一帶一路的示範國 它是示範國 但是這個示範國 如果都連它的首都發生暴動的話 可見有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 這個骨牌效應會外溢到 比如說鋼國共和國坦善尼亞 或是善比亞 或是整個非洲的長期 在拿中國一帶一路錢的國家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其實這個總統 他是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他當時是副總統 後來他挑戰這個 挑戰總統的職位的時候 結果九月的時候當選總統 當然在選舉當中有一些爭議存在 不過當中會不會有美國的這個手伸進來 這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個總統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如果他當選的話 要把中國人趕出去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在位的時候 他的政策是把中國人趕出去 你看到這些民眾上街頭 他是開開心心的 歡歡樂樂的上街頭 他不是你看 沒有正報警察 他是正報 他是放他們去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 執政黨發動的 策動的 這樣的一個上街頭 政府同意的 你不要就是要把中國趕出去 因為中國盤踞在這裡的話 他的資金 他的勞工 他的市場等等之類都已經 掌握整個肯亞的所有的命脈 那今天這個總統怎麼做事情 他沒辦法做事情 那是前總統 沒錢沒人 其實在這個暴動 現在暴動3月初 對不對 暴動之前2月27號 美國丟了1億2千多萬的資金 丟到賴洛比 丟到肯亞 幹嘛 搶救肯亞的貧窮人士 所以美國進來了 也就是說美國想要 扳倒中國的一帶一路 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說 看看這個樣子 就是民眾上街頭抗議這些 說什麼 因為他們中國賣的東西 比我們耐洛比人 賣的東西還要便宜 所以我要抗議 這個都是藉口 這絕對都是藉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搶佔了 所有的耐洛比的國家經濟 國家財政 中國已經佔據了所有的利益 然後你的所有的東西 都在中國掌握上 所以說你已經吃乾媽劍了 你的所有 我剛剛講的你現在耐洛比 你剛剛講你的鐵路是你蓋的 機場是你蓋的 很多公路是你蓋的 現在公路的收費也是你在收的 我不幫你趕出去 我公路也沒得收費 我機場也沒得收費 剛剛講的 所有錢都不在你手上 是啊 因為耐洛比肯尼亞 他對中國最傲傲的 這個傲人 他幫肯尼亞蓋了一條鐵路 鐵路從海邊海港 拉到他的首都 然後也可以拉到其他國家 讓耐洛比成為整個在 東非當中一個重要的枢紐地 然後呢 沿線創造了多少的就業機會 這是中國一直在講的啊 但是現在這個示範國 整個被翻倒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這個總統如果能夠 把中國趕出去 簡單一句話就是 國有化 就是徵收 然後把所有的中國的 實力趕出去之後 我把這個東西騰出來之後 我跟美國之間 跟歐洲之間來交往 那不就是現在在美國 天下為中的這個態勢之下 對 整個等於是投名狀 又跟美國什麼 美國傾倒跟欽美的這個態度的展現 所以現在非洲也在翻動之中嗎 是 已經在翻動之中 這絕對是美國已經開始 慢慢地在用一些計謀 他不是只有在歐洲 俄武戰爭 他不是只有在南太平洋 他現在在非洲 也準備在開始採取某些 趁著這些上位的總統 他們需要執政的空間 對 然後用這種方式來講 把中國的勢力趕出去之後 引入歐美勢力 這是目前美國的一個非洲的外交政策 所以你看到 中美的鬥爭是在整個地球 無意不予 沒有一個地方沒有 剛剛講的北極 赤道 南極都有 對 全部都有 所以現在已經轉到非洲 因為非洲是一個很重要的 人員市場 一些很重要的原物料市場 還有未來整個非洲人口會暴增 你看到奈洛比 他其實他們的消費力是夠的 你看能夠去中國廣場消費 能夠在奈洛比消費 這些其實真的他們的薪資是有的 只是說 因為你中國進來之後 會搶了他們工作 然後讓他們就業機會發生問題 所以長期的隱忍之下 剛好這個總統上台 剛好藉由這個機會 把中國勢力趕出去 好